大家好 我們是正修的彩虹天堂西式帶領秀社 我們是一個怎樣的社團呢 因為等一下聽到我們的社團名稱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對 我們就是會辦一些活動或是校園議題的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參加社團好像不只是玩玩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透過像是活動 我們有工作人員場部的部分 我們會在當中訓練人能夠成為一個領袖 對 所以我們最近在辦的一個活動叫做老人 老人洲 對 老人洲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台灣有高齡化的部分 對 但是我們覺得老人洲的議題也要重視 所以我們辦這老人洲我們會擺攤子 有人覺得說怎麼不出去做做志工 怎麼在這邊擺攤子 但是我們覺得有愛心的人太少了 只是這些人做志工太少了 所以我們擺攤子重點是讓大家能夠拍照 然後上面會寫一些像是關懷長輩的一些話語 對 他們看到他們會覺得新奇PO在網上 他的朋友就看到了 很多人就看到了 就像現在很多在關心老人的 就會被媒體這樣報導就對了 對 所以會更多人看到這部分 能夠來重視這一題 正面的一個效果就對了 對 一個正面的效果 那你有沒有做過好事來講一下 來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好事 幫助老人家有沒有幫助過 還在學習嗎 對 都沒有做過好事喔 有 有做過什麼好事 幫助老人過嗎 關懷老人 有啊有啊有啊有去做志工 關懷老人 沒有直接講 直接講 可以講一下你 就是有時候 可能在路邊看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就是會去幫助他們 然後不會因為自己在趕時間就放掉他們 就是會去主動的幫助他們這些人 這樣就有愛心了 這樣就很棒 每個人都應該付出的嘛 那你有沒有做過 我做的議題不是關於老人的部分 是之前前一支社團 之前上一競賽做 關於是未婚媽媽的部分 所以去未婚媽媽的那個地方 去幫忙刷油漆 就是幫忙扶助他們的部分 這麼偉大喔 就是做一些部分 刷油漆啊你會不會刷 就是血啊 血就會 血就可以幫助人家 對 那做完以後有什麼心得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其實還蠻多一些 弱勢的族群 例如很多的未婚媽媽老人 或是嬰兒孤兒 離婚的家庭 就越來越多了 可是我覺得更需要幫助他們那邊 找到對的價值觀 並不是活在這些的負面情緒裡面 對這是 所以還是有參加這個領袖社 得到的心得就對了 正修彩天歡迎你 耶成功成功 社區型的那也有弱勢團體 弱勢社區發展協會 然後邀請你們過去幫忙的話 你們會不會願意 也是說空餘的時間 然後過去照顧單親家庭 類似客後輔導的這些方面的事情 會不會嗎 會不會 當然是能的話 我們希望也能夠接洽到這部分 對啊 因為我們覺得去關懷 或者是去接觸更多人 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正向的力量 因為我們覺得給意識的幫助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可能會對他講一些正面的話 鼓勵他有一個正面的價值觀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對 太有愛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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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大學生去那邊課後輔導 小學生這樣子 你們給他一個力量 太棒了 太感動了 你們給我一個力量很感動 那以後我們成立那個社區的時候 請你們過去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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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給他鼓勵一下 鼓勵 加油